在103年大学学科能力测验将在明后天登场了 14万名的考生报考 今天下午2点到4点开放考生查看考场 学测考试适逢寒冬 诺罗病毒和感冒的病毒威胁14万名的考生健康 今年各考场备用的市场由一间增为两间 考生也可以穿戴帽子、围巾、口罩等预含的衣物应考 不过提醒考生、监考人员有权来检查